永远就算低贵流离 永远就算骨子离奇 永远就算恐吓着你 总有无趣味 被流泪三水 容忽地舍弃 我愿能一生永远混沸你 高手在民间 歌手在举办演唱会时 你以为台下的是青铜观众 但实际他们一开口堪避原唱附体 很多网友看后更是调侃 千万不要把话筒递给粉丝 因为你真不知道他们会给你带来 多么惊艳与尴尬的瞬间 张亮颖作为超级女生走出来的实力歌手 她的演唱深受观众的认可 而在演唱会上也曾被粉丝惊艳到 一首好不容易 与台下美女互动 一开口直接惊艳全场 好听程度丝毫不输原唱本人 但张亮颖听过那淡定自若的气场 也是一度惊艳了小编 曾获得全音乐奖年度国际女歌手奖的碧阳斯 也曾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遇到了这样尴尬的一幕 只见台下歌手接唱她的Hello 超强的气场瞬间碾压的原唱 台下瞬间欢呼声一片 而台上的碧阳斯也是一眼尴尬 想必下次再也不会轻易地将话筒递过去了 在周冬演唱会上 最精彩的环节 最精彩的环节要就要数粉丝的点歌互动 每次随机抽到的选手 都能上演不一样的精彩 一次歌迷不仅被邀请上台 还自弹自唱翻唱这首 说好的幸福 开口温柔更是瞬间引起了全场的大合唱 连原唱周董也瞬间变成了啦啦队 我改一下 时间过了 走了 爱情面与生产 你难得 我哭了 你开始的不快乐 你永远陪着 有些爱自己的 真的懂得 怎么了 你累了 说他的 幸福了 我懂了 我说了 爱他了 梦远的 开心与不开心 你一起说着 你才不是 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 我都太记得 粉丝如此 歌手也不例外 在国外的酒吧 王力宏就被主持人当成路人 被邀请上台后直接标起了高音 听着台上的主持人目瞪口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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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迷惯吗 他很迷惯 不过舞台上尴尬全场的跑掉事件也是时又发生 歌手戴佩妮的一首怎样 粉丝大哥一开口瞬间爆笑全场 连唱听后更是瞬间傻在了当场 这水平也是没水了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将会是怎样 我们是 我好后悔哦 你有看过 我出到18点第一次掐着自己大腿在唱怎样的 我是不是在对不起啊